好好给他念了,八百张小房子 没想到,我去吃了 那当心要不要吃小房子啊? 啊? 抽烟的人? 你啊? 你啊? 我马上不去吃了 你还抽烟呢? 你抽谁来啊? 我都一尝 你为什么要吃小房子啊? 要咬咬牙? 做什么事情要咬牙? 要送小房子吗? 要送小房子 要送小房子 你想想看,你现在如果再继续抽下去 你那个时候气喘不过来的时候就知道了 心急啊? 你到时候气喘不过来呢? 你如果是肺癌怎么办啊? 你又谁了? 你听不听得懂啊? 就谁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多吃糖啦,多吃那种零食啦 实在,平时一定要坚持咬咬牙 因为你要想到 以后你到医院去看看那些抽烟生肺癌的人 你到医院去看看那些抽烟生肺癌的人 你到医院去看看那些 你到医院去看看那些抽烟生肺癌的人 你到医院去看看那些抽烟生肺癌的人 今天你不抽了,以后就不会难过了 明不明啊? 否则这个地方会坏掉的 不行的 真的是不好的 那么如果佛陀活到今天他一定不同意抽烟的 当时五戒里面只有四戒 第五戒是因为佛陀看见 本来有个将军跟着他出家了 踢头了,出家了 有一天佛陀走在马路上 印度的马路上 这个将军被人家拉去喝酒了 喝在来醉了 躺在马路上很可怜 那个样子就像个乞丐一样 光这个头 佛陀一看看见本性他都没有 所以就在四戒里面 就加了一戒 五戒叫戒酒 明白了吗? 本来是四戒 加了一戒五戒 因为当一人一喝酒就忘记自己了 所以酒是不好的 烟也是不好的 所以烟抽了人对自己不好 酒喝了对自己不好 对别人也不好 明白吗? 明白 所以今天跟你们讲了 多想一想 我气喘不过来怎么办 我如果死得着 我的孩子怎么办 如果我今天命没了 我的一切都没了 我在这个人间 我怎么救人呢? 人家看了我这么多 我这么多的好朋友,爸爸妈妈 孩子都没人照顾了 活着要为人家想 抽烟会缩短生命 寿命的 明白吗? 好看难看无所谓 最主要是为自己好 明白了吗? 一定要克制 你不要说抽烟了 抽烟还不能见 人家吸毒还要见 明白吗? 他肩慢肩慢要克制 咬咬牙 掐掐手 转移思维 看看电视 听听音乐 念念经 出去商店里去逛一逛 实在嘴巴难过了 喝一点可乐 吃一点零食 有多少人这么小年 自己身体就不好 吸喘不过来 有的人脚不好 都是自己作孽的 你不要等到那个时候 再这样就来不及了 明白吗? 心痛了 我告诉你 心脏不好 你经常生气 你的心就揪起来了 我跟你说 心脏血管下虾皮筋 一生气他就揪 一生气心 你难过的就揪起来了 虾皮筋这么一拉住 你说这个虾皮筋扣在你手上 时间长了 你难过不难过 是这个感觉 所以看见孩子 看见自己上当受骗了 这个心揪起来了 像皮筋一样 心痛吧 所以叫心脚痛 听不懂啊 你看看你这么小的年纪 就心脚痛了 你肯定失恋过了 我有小孩了 你有小孩 有小孩要么被小孩气的 要么被劳工气的 好了 那你就被他气死的话 孩子没得理 不要生气啊 明白明白 年纪这么小 我先生呢 现在有一个前例线癌症 现在不在一起 是是是 他这个前例线癌症 是什么时候发的了 我告诉你 你自己想一想 第一 你老公有没有杀业 有 好 有杀业的话 生这种癌症就是暴音 我们怎么办 把这个报音弄下 听到最简单了 有机会 念往生咒 念小房子 这就是你的机会 明白明白 如果你不念的话 我加持都没用的 明白明白 他可以开始 他要念多少 往生多一天 他每一天四十九遍 而且他要念小房子 他在念 他的先生实际上 就是地谱给他缓气之行 我可以告诉你 知识很难治好 除非好好念经 他会自动会化掉 最近这种事情多得不得了 这么大一个瘤 长在这里 就看着他念经是小 天天人家到他商店去买东西 看见这个瘤这么大 结果后来 天天天的小一点小一点 我说你怎么会小的 他说我念小房子 到最后现在没了 我现在许大院 8月30号念三百六条小房子 放一万条鱼 现在我许全素 我许大院 你许大院 他相信不相信 他相信 他每天念四十九片 他应该还有救 二十一片新军 三片女活 我给他念了三片女活 他还有救 还有救 你先生是不是几岁了现在 1955年属羊的 几岁 五十四十九了 五十九 五十九还是五十一 五十九一样了 五十九就是官的 五十九就是官的 舅舅们持续 让你们自己救自己就可以了 给机会我们 谢谢 他给机会 我们要好好业 谢谢 我已经刚刚跟你说了 还有救吗好了 好了 你们很多人都看见过师父 做梦就做到师父了 这个晚上还能见到师父 法生一看就肯定 不可能师父 我先生要念多少个小板 我现在许了360张 360张8月30号前念染 念完完你去找学院就念 我继续念到中老 一点也念起来 中老的意思就是一直念到死 是啊 你这个老公杀业太重了 我知错了 改进会我们准备 是他知错了 所以你一定要让他相信 相信他相信 但是你要告诉我 他老公很老实的 他老公听他的 他凶他凶他凶 我好凶啊 当然啦 现在改了 你不知错是吧 我每天都下来 好好改毛病 明白了吗 一定要改掉 想活得长一定要改 但是有个问题 我家里每一个人都抽 我教你也是抽 我问你一句话好吧 有个问题啊 我们每家里每一个人都想自杀 你也去自杀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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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